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來,嗆一聲 今天的主題,我們就來談一談 12生肖小龍 小龍,屬蛇的 小龍,你在農曆3月份的運勢 那原則上一樣,每次我們開中密都要跟各位講一下 不要太怪力亂神,不要太迷信 21世紀的今天,你聽好,有官司,一定要去找律師 人身體不舒服,一定要去找醫生 有感官機能的幻覺,幻聽,幻想 要找心理科,精神科醫生來看,聽好 老師拍的這個視頻,帶子,video,錄音檔,錄音檔 請供各位參考,茶餘飯後的時候,無聊拿來看一看,聽一聽 這樣就好啦,一定要跟各位強調一下 來,屬蛇 這隻蛇,一般來講,我們在江湖,江湖祭會 一般來講,我們不喜歡講蛇 這個蛇,一般來講,我們把它用一個音叫做小龍 有人叫流,那不管你怎麼講 那一般這隻小龍,在農曆3月份的意思要注意 你這一個月份的快樂指數啊,不多喔,只有28% 聽好,低於33%啊,也就是說你在農曆3月份 已經跟你講了,一動不如一靜 一小不移大,一下不移上,一靜不移動喔 再跟你講,因為你今年走的硬是什麼,正硬 但是你在農曆3月份,走的是筆尖又死神 硬就是有貴人,筆尖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 死神你又要展現,聽好喔 因為你要注意一個事情 臣也消河,敗也消河啊 在講這種理論,以前韓信不是這樣嗎 韓信怎麼起來的,消河跟他推薦 後來韓信怎麼死的,也是消河跟他堅毅的 那這個消河就是正硬嘛,幫你 對不對,那這個韓信慢慢長到最後就是你 你開始又很有自己的自信 然後就又有才能,這時候會怎麼樣 功高正主 老師在很多的袋子當中都有講 人就是這麼單純,來 這是一種叫做辦公室的政治 Office,Politic,講什麼 Surrender,Conquer 其實,人不是這樣子嗎 皇帝啊,皇帝他不一定愛人才 皇帝最愛奴才 因為奴才啊,奴才不會叛變 當然最好你是人才又是奴才 如果讓皇帝挑一個才,他不要人才啦 他一定要奴才 因為皇帝要的就是什麼 你的屈服,你的臣服嘛 如果你不屈服,不臣服,我就弄死你對不對 把你潑髒水,把你弄死啦 就講這種理論齁 那一樣啦,講講六極日 你六極日在四月份有三天 齁,四月份 我講是農曆三月份 現在是換做陽曆的齁,陽曆的齁 你不要搞錯了 四月二十六,四月二十七,四月二十九 在五月份有三天 八,九,十一,這是六極日 現在講講六極日齁,四月份 二十,二十二,二十四 這三天要稍微注意一下 五月份的一,三,五 一定要注意齁 各位不要太鐵齒 命就是這樣子 一旦面張老師跟你們講 哎呀,你們不要怪力亂神,不要太迷信 但是冥冥之中啊 你就不得不信 為什麼有的人 就是沉門失火殃疾詞疑 那有的人就是怎麼樣 遇難沉降,逢凶化疾 啊不是一樣都是人嗎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我一晚再跟你講 反正你信這個 對你也沒有傷害啊 你又沒有私生 也沒有私財 也不用當志工 也不要發毒事 所以老師 孤忘言之 各位就孤忘聽之啦 好,現在最精彩的來 我們來偷偷抽這個籤 聽好 人會說謊 六十四瓜是不會說謊 來屬蛇的男生 來屬蛇的男生 想要知道農曆 三葉份的硬勢 現在以耳未明 賈耳太勢有償 急需告我 匈嚴其哉 急出急掛 匈出匈掛 不高興不要出掛 不高興就不要出掛 來,這一隻三葉份男生 屬蛇的男生 來 這隻什麼 哎呀 謙翁 男生你要注意啊 你身上有屬蛇 你抽到龍 你看韓信 懂不懂 韓信點兵啊 多多益善 劉邦跟他講 蛤? 你竟然說我劉邦點兵不如你 韓信趕快講 不是 陛下 大王你好 你點兵不如我 不過大王點將 在下不如 叫做劉邦點將 多多益善 我韓兵 我韓信點兵 多多益善 注意看喔 我剛剛不是一開始跟各位講嗎 屬蛇的 你今天有貴人 可是你膨脹過度 蕭和幫你 你是韓信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功高震度 最後被人家做掉 這在跟你講龍在看你 你要注意你背後那個老大 有沒有 你是小龍 他是老龍 有沒有 這隻龍過來你要注意喔 小心什麼事 功高震度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嗎 office politics 辦公室的政治 屈服 臣服 這樣他就不會給你潑髒水 弄死你 扯獨子去啦 好 跟你講這個 這是男生 來現在講講女生 屬蛇的女生 哎呀 這個 蛇蟹美人 這個很奇怪齁 為什麼不好的東西都用蛇來形容 來 屬蛇的女生 想要知道 2023奎卯年 農曆三月份的運勢 來 現在老天無手借老師之手 老天無口借老師之口 來 有戒有環 再戒不難 唉這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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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來這隻 這是什麼 阿亞三八 火則葵 聽好這隻你要注意喔 女生 火則 聽好 你在農曆三月份 一定有男生來找你 因為你走的是金 外面是火 火在嗑你 走的是官煞 但是為什麼他跟你講葵 葵就是小利 這隻掛在跟你講什麼 不是天長地久 要用就有 這隻掛有利於灰色地帶的 如果你是正派不行喔 你是做白道的 比如說在上班族啦 公家系統 唉呀你會覺得很煩 你知道嗎 有一點騷擾 harassment 你會覺得不太舒服 如果你是做黑道的也不好 黑道這樣隔些搔癢 你知道嗎 沒有重點 如果是灰色的100分 小利 然後你是女生 外面有官煞 愛你的 有錢的 比較老 沒有錢的 雖然沒有什麼錢 不過 非常的juicy and delicious 這一隻掛非常好 這一隻掛不是走財喔 財是小利 在走感情 你看看 這是一隻羊 羊在西方的象徵上 比如說母羊 白羊 在西方象徵上是 power energy and sex 齁 跟這一方面有關係 先跟你講 慾望 當然慾望是講 那個叉叉的慾望 不是 不是要讀書的慾望 不是要運動的慾望齁 好 我們今天視頻就跟各位講到這裡齁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分享 加入訂閱或開啟小叮噹啦齁 祝各位平安喜樂 拜拜 拜拜